很少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他浪漫不少 这完全就是你看过那谁就是 梁家辉演过情人的那个电影吗 这有点复古浪漫的风 这有点复古浪漫风 但是有点七十年快的风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用这个浪一下去看 好看什么浪 这是维巾来的吗 针织的 针织的维巾吗 不是 是头套来的 老师他刚刚已经好早好奇怪 要去洗衣服 你是准备要去洗衣服吗 准备要卸妆了 来 现在就是那个看哪一个女艺人 比较大胆 这面那个单元 对 但是没有说出他那个 裸露 裸露 我觉得下次再乱提议 这都大概就是会讲过 哈哈哈 写妆 这边有男女传一下 这边 好 我说这个 老师其实这种法带也很娇人 对 就是 邵婷的脸他还蛮适合戴 这种法感的 好你可以看 你看有够浪漫的 有 韩剧 对 对 也是属于那种 他有这个破 我们把上边先拿下 乖乖清纯的那种女主角 然后而且是有一种可爱的 你可以看 像也是属于就是像那个 在韩剧里面 真的像韩剧里面那种人物 嗯 那老师其实像比如说这样子的法带 有什么样的脸型是绝对不能搭配的 大脸型的脸型 国字的脸 对 对对对对 你看妈妈的眼睛就是让人看上去 哎把脸脱长之后呢 还显得人比较 这是属于那种很有那一 那种我们说韩剧里面那种 撬家人的感觉 但是呢你看我把这个撤掉之后 放上你的帽子 你看 这是欧美路线 对欧美路线 这是有点亚洲风的感觉 看你今天想看哪一种 对 所以我觉得两款都是可以由你去 任意去选的 还不错 我觉得真的是给它两领帽子完全就 有浪漫的感觉就出来了 原来是插号 就差这么一点点 果然是差之好理 溜移千里呀 一顶小小的欧式礼帽 就制造出了复古的浪漫风 而换上一条白色发带之后 竟然变成了韩式的浪漫风 才来 妹妹们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 搭配技巧咧 但是呢 这支衫我们刚刚就是小路有说到 她要穿出稍微比较成熟性感一点的 你刚刚是这种轻熟女 我们希望你接下来是重度熟的 小路 要手都乱掉了吗 好 我现在要 我就后面想想办法 轻熟女如何在瞬间变成为熟女呢 下期回来精彩继续